拉住脖子緊的地方 其實是腸胃喔 永遠不要忘記 腸胃對你的肩頸痠痛的影響 有可能會 妥善的放在比較有效率的地方 而不是盲目的一直去放鬆你的頸部 今天要聊聊肩頸痠痛的問題 我發覺非常多人對這個專題是有興趣的 肩頸痠痛有幾個重點 第一 大家不要誤解肩頸痠痛緊繃 所以我要放鬆它會改善 很多都是肩頸無力造成的 所以我反而適度的去加強它 才會對你的肩頸痠痛有幫助 不要盲目的去放鬆按摩 肩頸緊繃會讓我們誤以為 我是因為頸部肌肉 我要去放鬆它才能改善 可是這恰恰相反 絕大多數的肩頸痠痛 都市人來講好了 幾乎都是因為頸部肌肉 太過無力疲軟 比如我們這些頭半疾肌啊 緊腸肌 反而是因為疲乏無力了 它撐不住我們的頭 才會產生不舒服 所以在一個無力的肌肉 你又去放鬆它 doesn't make sense 不可否認的是 很大比例的人 拉住脖子緊的地方 其實是腸胃哦 所以腸胃容易脹氣啊 容易不好 這是壓痛的人 他會沿著我們筋膜的身前線 拉扯到脖子 讓脖子一直很痠痛 你怎麼按脖子好像都按不到點 因為那個點在腸胃 改善腸胃功能 不管用中藥 還是說你改變飲食習慣 或運動習慣 反而對肩頸痠痛 幫助比較大 那我要怎麼做解釋 首先呢 這會連結到我們前面講的幾集 首先先懷疑你的脖子痛 是不是虛無力造成的 我來帶大家複習一下 橫膜膜檢測 頭頸部的這個重量 你要想像 我們腹部有兩個氣球 正在撐著這個脖子 兩個氣球都要夠飽滿 夠有力 它才有辦法去幫助我們脖子 好像是撐著 扶著 在這個地方 如果兩次橫膜膜 第一 它氣不夠飽 第二 它可能左右不對稱 都會可能讓我們的肩膀會痠痛 檢測的方式是這樣 首先我坐著正坐 抬頭挺胸 用鼻子吸氣吸飽 的時候呢 我用我的手指頭去戳 我兩側的肋骨下緣 腹肌外緣的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腹斜肌的一些強度 這個地方好像骨一樣 它必須要夠強壯 而且要對稱 強壯是要怎麼樣呢 它那個 吸飽的那個強度 最好要大於說 我們大拇指 輕輕搭著中指石 魚記的這個強度 大概是七分手到 可能全手牛排的這個強度 如果不夠的話 你的橫膏膜不夠力 肩頸就很容易疲勞會痠痛 因為你的核心肌局 可能幫不上你的脖子 那有沒有簡單的說法方式可以處理 OK 有的 首先你可以找一面鏡子 站姿的情況之下 把我們兩手張開 像耶穌一樣 那張開的時候 盡量調整成我們的手肘 手心 胸口是三個心同一個面 三心同一個面 盡量是做到 然後手掌 要打開撐開手指伸直 好 那這時候呢 膝蓋也打直 然後請你的腳跟離地 膝蓋打直腳跟離地 屁股呢 跟腰都有點往前頂的感覺 那身體好像往上撐開 好像正在 要往上伸的那種感覺 保持這個姿勢去吸氣 呼吸 所有這類的功操都是 我保持一個姿勢 讓筋膜症的姿勢 然後呢 用呼吸去驅動 這過程中要注意喔 很容易我做一做 我的手肘就翻掉了 你要注意一下 盡可能要維持住 三心同面 這時候覺得肩胛骨跟背部好痠 很正常 酸到不行了 或你做到十下呼吸的以後 你就可以放下 啊 雖然一開始很痠 但你會覺得肩頸痠痛 就會緩解很多 會覺得 越練得好像身體 越輕鬆的感覺 給你參考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